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中国当代珠宝艺术家之一 陈世英的珠宝创作寄情于山水 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和智慧融入作品之中 在国际珠宝设计界独树一帜 其作品《物缠之脆》以浓郁的东方气韵 对传统工艺的突破在世界上闻名下耳 东方气韵何以闪耀于世界珠宝艺术之灵 近日陈世英在上海接受中兴社东西文专访 玉跟禅是共生的文化 玉是代表着我们东方人的一种文化 也是代表着我们东方的一种温润、君子、内敛 禅呢 它的血液也是一个叫做禅 所以跟禅的这个寓意结合在一起 这个就变成了这件作品 这个禅呢 我创造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有两句话是薄如禅意 经常突敲 所以这两句话一直围绕着我在创造的状态 所以这个禅的那个翅膀它是非常的薄 陈世英告诉记者 禅身的翡翠圆珠借用内阁笋毛牵接法相嵌 切割形成笋与笋眼一样的倒锐 令圆珠无需抓脚也能紧扣缠身 此方法是从中国名式家具工艺 及迪迪罗汉杂技中得到的启发 可以看到蝉的身体上面一颗一颗圆珠 这个圆珠不是打一个孔把它沾上去 而是镶嵌的这个技术 那还有大家可以更细心的看到 它抱住的那一个翡翠也没有看到这个向前的那个爪 我也是用一种石头与石头互相产生的那种粘力 把它扣起来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陈世英雄贤是扎实打好了中国传统雕刻技艺的底子 后来游学欧洲受到西方当代艺术不同流派的影响 陈世英表示西方珠宝设计 讲究设计图纸和创作意念 而中国的珠宝工匠很多是雕刻学徒出身 会不停地跟物料进行沟通 我很幸运的就是我是从多种的状态下成长 因为我开始做雕刻的时候 就是1973年我是开始雕刻石 沉浸石跟玉还有雕翡翠 我在创作现在的创作其实无稽不息 在我来说不管它是西方东方 总是来自西面八方 能够成为我创作的一个理念的话 我都会去做创作的 西方也喜欢东方的文化 比方国外的有很多的一些手表的品牌 或者珠宝的品牌 他们也不停地在尝试模仿我们中国 极限益域的一些图腾 陈世英认为对于东西方珠宝界来说 眼下不仅要中西合璧 还要尽可能地去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 工具和技术 以解决在珠宝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如此才能设计出更具内涵深度的作品 走出珠宝设计行业的未来 我觉得现在就是什么都要学 不管你是摄影 这个社会学 人类学 或者说人工智能 上帝打印 所有的你都去学 学到你觉得可以 应用自由的状态下 你总会走出明天跟未来